根據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共承諾從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兩年內 確保在2017年的基數之上 從美國增購不少於2000億美元的 進口商品和服務 如今 距離截止期限只剩下3個月 根據CNBC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10月4日 將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就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戰略發表演講 屆時他將宣布 中共沒有遵守協議 針對中共沒有信守承諾 消息人士告訴CNBC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正在評估可能採取的行動 包括是否將施加額外關稅等 另據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 戴琪9月30日表示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幾乎完成了拜登政府 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審查 並準備在美中貿易關係上制定新方針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綜合報導